咱今天来的这个地方 叫植物银滩 你刚才看到 拍这个生态树的上头 你就已经发现 那个上面有几个字 叫植物银滩 这个生态门过去 是我设计 也是我在做的 我当时就是按盆景 缩小了以后 做成了一个 微型大型的一个盆景 就这么一个概念 做的一个东西 植物银滩在哪儿 就在咱们 陕西秦陵以南的石泉 石泉地界 这个地方叫两河正 这里有植物银滩 这里头我还有一些 庄子在这里头养着 所以来看看 这个庄景也漂亮 哎呀 这个做出来也漂亮 就是得好好养 今天长势不太好 有点长得不好 刚刚是这两天 小天就有点长大 这样天气有点大 水也跟不上 是吧 这东西回头 实际上可以 有的可以截得再短一点 这个金蛋子 这个金蛋子 其实确实可以 这个金蛋子的枝条也养出来 你看像这 回头把这枝条 看这样下来 变成 变成一个摩式盆景的那种 左右的 你看这枝条下来 弯下来 该前面截掉 该这长长风 发一些 长风 然后这个地方 到这 这地方截一下 然后让这个地方截一个顶 整个一个 一个大的盆 你看从这下来 跨往左 往右 都有枝条了 看见没 你看往右都只 像这只 就多余了 回头就截掉它了 不要 在这做一个牛眼之类的 做一些那个 做一些 牛眼呀 起眼呀 然后像这地方 可以弯烂一些 哎呀 这个 这个这面 庄景才好看 这面还 还有好多天然的 有一些烂的东西 这个庄景不错 这个庄景 这个枝条 回头也可以 往这边来 你看往这边来 你看 两边这么一来 这枝条 两边这么一来 这上面不要了 截掉 截顶 在这截个顶 这又 这又一级两级 一级两级 三级 到这截个顶 就可以了 像上面那枝条 都要的盆景 起起来 种到一个 大大的盆里头 浅盆 绝对不错 但是你这个 精蛋子 架结果没 没有 没有架结果 不行啊 在有些小枝条上 要做一些架结 否则让 否则它 不好好结果 这样玩 要让它结果才行 精蛋子 精蛋子 所谓 精蛋子 世俗科植物 就玩了一个 果嘛 对吧 我是老楼 如果你也对 中国传统文化 沉井艺术 感兴趣的话 那么欢迎你在 视频下方 留言 并且咱们一起 探讨 交流 共同成长 感兴趣的 感兴趣的